出差? 其實出差這件事情 其實在台灣的所有的RD團隊裡頭 不只在我們群連 其實RD 他的個性就比較內向一點 大部分來講 所以他們對於出在這件事情 其實他們是有點抗拒的 所以我們跟美光合作 那可能要到美國去 有可能到印度去 有可能到新加坡去 印象最深刻大概就是去義大利 那去義大利很多人的想法是 啊我一個人去 那我後面有誰可以幫我 其實在我們的作戰體系裡頭 我們是由一個人去那邊了解前方的情況 由後面一整個團隊在幫忙 那也為了要紓解大家對於出在這件事情的壓力 其實我們每一個出差的一個team member 到了國外三個禮拜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平常我們已經daily在 sync所有的project status 但是我們希望週末的時候 他能去了解一下當地的一些文化 所以每次出差回來的人三個禮拜 他就去了解說 我這個地方我看了什麼 我去哪裡玩 哪個地方的人文特色 還有好事東西都要做介紹 所以他們回來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做一個報告 就是你到底看到了什麼東西 所以來紓解團隊的壓力 所以RD他們在慢慢出差這件事情 就會比較順利的出差 其實群聯是一個大家庭 那產品線就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過去20年的耕耘 不管在Controller的設計 跟Module的Business Model 在我們派遞上面 它規劃是很全面性的 所以在我們群聯的產品線是相當廣泛的 包含哪些呢 第一個首先我們都知道了 Removeable Device 慢慢做到Embedded System的EMC跟UFS 做到的Enterprise的SSD 未來我們會往Gaming做 然後也會再往Removeable這些車工科的Device去做 所以產品線是多樣化的 所以我們很歡迎未來 如果你對這個產業有熱忱的群聯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也希望你們加入我們的團隊 我們是一個很健康而且很正向 而且有方法的一個團隊 有20年的經驗 絕對可以帶你們很好 在短期的一兩年之內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未來的5年10年 甚至15年20年 其實都跟著整個大環境的發展在走 Story這東西未來越來越好 為什麼呢 因為應用上面就一直在發展 會有未來的IoT 未來的Automotive 未來的一些監控設備 還有Healthy的部分 也都會一直發展 這都 素材都需要Story 所以這個剛剛講的 這5大產業 其實都是我們未來的群聯可以發展的